复活节前,团契最后一次聚会 主题是要为《使徒行传》做一总结 上个月回国过年之前,我就有了这段记录的想法 信往往是写给未来的 但这次我想写给过去一封信 名字叫《回家》 昨天晚上团契走的时候,我回到家 我就一直在想,关于昨天的主题 叫做回家 那么现在是一大早 我正在往后面看机场的路上 天还没有完全亮 所以这一股龙龙龙,什么也拍不到 但是昨天晚上我这想法一直都没有完全停止 就是我在想,昨天讲到回家 那么我今天也是在往回家 往家赶的路上 并且今天大年三十 我就很想 你这次回国的行程 去做一个 做一个记录 算是我回家的 对回家的一个体会吧 网罗弟兄 不知你启程往安提尔教会去时 是怎样的情景 想必充满了急切的心情 想要快一些把这位 你已经见到过的主耶稣 带给那里的人们 我能体会到些许 因为这次也是我为数不多的 回国过年 试试 网罗弟兄 不知道你认为哪里才是家呢 三次远行的宣教 多年的他乡的时光 想必你早已适应了在外的生活 我也是置身在英国十多年的时光 虽然远离家乡 但中国人对家的情节 却始终没有在我心中消散 但是心若没有家 到哪里都是流浪 想必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保罗弟兄 正如面对哥里的争议 你需要回到耶路撒冷一样 在宣教的经历中 想必你也遇到过不少问题吧 这次回家启程的路上 我就遇到了个小问题 现在是荷兰时间是二点五十 刚才去问KLM的desk 因为我的座被机器选到了靠窗户的位置 这么多年十几年 我从来不选靠窗户的座位 我只选靠窗户的 但他们告诉我 做都被定完了 所以没法给我赶 本来还蛮不高兴的 但是谁知道呢 说不定 神就是这次让我做到靠窗户的位置 因为这次是机器选 我无法选 本来不太开心 但我觉得任何事情发生都有神的美意 虽然坐在窗边迫不得已 但正是这样 让我拍到了如此的美景 看到了那架飞机吗 这么多次旅行 从未在这样的晴天里 见到这么架飞机 在辽阔的天际里 如此亲密地陪伴而行 保罗弟兄 你是否也会和我想的一样呢 仿佛耶稣时刻在我们身边一样 只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自己的心 去欣赏周围美丽的人物和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